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傅的画家 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 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 北京的美景和风景 那个时期 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啃框 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极高 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公元1410年到公元1414年 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 两次跨过长城御驾亲征 击败了多年来威胁北京的蒙古部落 在一次胜利后 他监狱了所带领的庞大军队 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 这就是徐皇后 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和的 怎样安葬这个街发妻子呢 陵墓里应建在南京 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了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 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令 两年后 在昌平以北二十多里的地方 被朱棣降旨圈为陵驱禁地 这就是今天的明石三陵 借徐皇后之死而建灵 大臣们都意识到 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 这之后 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书 直接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前都用意 很快 河南部正使周文胞 王门镇及参议陈座 被朱棣折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 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 公元1416年11月的一天 朱棣突然召集文武群臣 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 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 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 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 而这一次 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 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 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 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 他们说 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 东连山海关南辅中原 卧野千里 山川壮丽 足以控制四方 统治天下 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事的帝王制度 主地多年处心积虑的千多月马 瞬间变成了军臣的合议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 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 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 直到今天 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 在古宫博物院的工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 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 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 在将近六百年前 同样在这块地方 曾经一次性地汇集了十万名工匠 开始修建这座宫殿 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 山西安徽等地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 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 也无法知道 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 在明石路上有这样的几句话 鬼害初迎见北京 凡庙舍宫殿门阙归至西如南京 而高厂壮丽过之 至事成 在公元1419年 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 只能用文字记录 而今天 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 记录这些影像 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 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 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 不得不对历史的记载产生一些疑惑 我们同样在明石路上 看到这样的记载 自永乐15年6月新宫 在今天 一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 紫禁城是自永乐15年 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建成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 如此浩大的工程 八千多座房子 即使是在今天 也是不可能用三年半的时间建成的 但是无论有怎样的争论 千百年来 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 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 虽然据紫禁城建成 已经将近六百年 但是 今天工匠们使用的建筑方法 依然延续着那时的工艺 这些传统的工艺 在清代被人们概括为八大座 我们今天在镜头中所展示的工艺 是在这次大修中所运用的 它和约六百年前 明朝工匠所运用的手法 几乎是一样的 在公元1420年 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 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 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 元春阁 被景山所取代 而整个宫殿建筑群 由北往南 延伸坐落在 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 成为这个王朝 新的神圣之地 这里的砖瓦牧师 这里的色彩 这里的空间布局 都照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 从此 这里开始历经二十四位皇帝 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 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 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 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大 这一天 朱棣在新洛城的宫殿里 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 他登上了高厂壮阔的奉天殿 接受大臣们的跪拜 朱棣和群臣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 所振奋于鼓舞 不久 春天到来了 那些曾经中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区民夫和军人们 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 皇帝减负免疫 大赦天下的诏书 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据说宫殿盖盖好之后 义得至满的永乐皇帝 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 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胡回答说 明年四月初八 宫殿会发生火灾 永乐地大怒 把他关进监狱 并表示 到时候若不着火 就杀你人头 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 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 也就是在这时 永乐地派正合 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 天气骤变 雷鸣电闪 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 真的被雷火击中了 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 在历史上无法考证 那个湖姓官员预测的故事 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 而在明史上 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 四月耿子 奉天华盖锦身三殿灾 年简亦该无更多笔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